这是77页的范例二 讲音色 你可以看到这个题目 左边有一张图 张图非常的重要 张图的横轴是频率 然后右边的这张图是强度 这个强度可以是绝对强度 也可以是相对强度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叫做频谱 然后这是一个管乐器所产生的 好 什么叫做频谱呢 频谱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好 那如果你觉得频谱比较难 那我们先想一下比较生活中的东西 譬如说食谱 食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一道菜 然后解析成你要加多少 那个盐啊 油啊 醋啊 水啊 好 那你把一个食物把它拆成各种不同的那种调味料或是味觉 好 那这个是食谱 那什么是光谱呢 食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比喻 那我只是为了让你理解什么叫频谱 那光谱这个你可能也比较知道 因为你知道牛顿做过一个实验 他把白光分成了彩色光 那所以把一个混合的东西把它拆成各种组成的成分的组合 那我们把它叫做谱 对不对 那乐谱也是啊 好 那不过我们今天讲的不是生活的那么生活上的用法啦 然后是比较专门的用法 所以这个频谱就是把一个声音 你这个什么乐器啊管乐器题目说的管乐器发出来的一个声音 那你要注意哦 这个乐器发出来的声音不是单频音 不一定是单频音 那单频音是什么 就是这个声音只有一种频率所组成的 那其实不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它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非常多频率的声音 然后混合成一个特定的乐器发出来的声音 那如果我们用机器啊 去把乐器发出来的声音 分解解析为许多不同频率的单频音 按照不同的强度比例去叠加而成我们的声音 我们把它把一个混合各种不同单频音 混合而成的声音把它分开来 然后并且你调查了每一种单频音的相对强度 或绝对强度是多少 举例来说以这一张图来说 我随便讲讲那个数字比喻一下 也许就叫做频率100赫兹的占了17% 200赫兹15% 300赫兹13%以此类推 然后这里到600赫兹 然后把这边的趴数加起来就是百分之百 是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得到一个强度分布 频率每一个频率有多少强度 那我们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管乐器的某一个声音的频谱 比如说这个管乐器吹出某个音 然后这个音的频谱就长这样 好 那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就是解析一个声音嘛 对不对 那你要解析声音需要频谱 你要解析这个光 光的这个特性 你需要光谱对不对 那这个都是比较物理上的说法 那我们讲白话一点 你要解析一个实物需要食谱 你要解析一首歌 你需要乐谱嘛 那这个就比较不是物理的说法 不过就是可以通用啦 那你要知道物理在说的这个频谱 就是把一个混合音拆解为单频音 按照不同强度比例的叠加的组合的这种过程 就是我们得到他的频谱 我们就在做他的频谱分析 好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他说是一个管乐器 我们看A选项 A选项跟我说 这个东西是B管乐器 那我现在请你看 这个FN就是他的泛音 是不是等于NF1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你之前看的影片够熟的话 你应该要知道这个是开管乐器 这个条件是 他是基因的整数倍 这个东西是开管乐器 所以A就直接错啦 那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特性 好 那V告诉我们深数340空气数长度多少 好 那我们就老老实实的来写 如果你是开管乐器的话 你的边界条件告诉我 是半波长的整数倍 N等于123 好 那我们就可以写这是2 然后V可以 这个Landa可以写V除以F 把F给解出来 我们做过很多次是2L分之NV 然后这边下标一个N 这就是他的一系列的频率 然后呢 他告诉我们F1是多少 他说F1 那我们就带1了 1乘以V除以2L 为什么要用F1 因为我看到了 这个就基因啊 最低的频率的 这个就是基因啊 它是100赫兹 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V 用它题目给我的340公尺每秒 带入所以我就可以得到L L就是该乐器的什么管长是1.7公尺 有点扯 那个乐器也太长了吧 好 但但B是对的 好 那我们来看C C他说温度怎样好降低 好 那我们V是我们的声速 他照里讲是定值 不过那是指定温下是定值 所以你看V等于331加0.6T 然后你跟我说T呢下降 那我的V当然就不是定值 我声速也会下降 那声速下降会造成什么效果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V我下降 那N不会下降 N就是1234嘛 那L是管长嘛 就1.7公尺也不会变 所以我的这个 我的基因泛因 这个基因与泛因全部都会下降 好 那所以C我来看看对不对 他说温度下降 让我声速降为330 OK 那则这个乐器吹出来的音频就会降低 答案是对的 真的会 好 那我们来看诸 此乐器所发出的音色 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音色 你看这一题的标题也是音色 我们有说过 就是可以发出 可以在这个乐器 可以在这个乐器里面发出共鸣音的 就是代表某一些 这个是开管乐器嘛 开管乐器里面会开管这个条件 这个边界条件会影响 会决定了某些频率 才可以存在于这一个乐器的里面 就是某些空气的震动模式 才会在这个空 在才会在这个管子里面被留下来 然后能量会增强变成助波能量会增强 那其他的不满足这些条件的声音频率 没有办法形成助波 所以他没有办法进行能量累积 所以我们就听不到了 我们能听到的就是能够形成助波的这些频率 好 那这些 所以这些频率呢 用基因来决定什么 基因来决定音频 基因是会决定音频的 这在我们之前的影片有讲到 就是说在不同的这些频率的叠合下来 基因的波长会最长 所以基因的波长就会决定了合成波的波长 故也会决定合成波的频率 如果你听不懂我现在讲什么 请你回去看我之前录的影片 再讲就是声音的音色的部分 好 所以我现在讲结论了 就是基因决定 基因决定整个合成波的音频 那至于音色要被谁决定呢 音色就是由不同频率的单频音 就是这个频谱里面 不同的单频音所占的比例的相对值 那你可以讲绝对值 反正就是如果你讲相对值 这加起来就要百分之百 那你讲绝对值 就是告诉我 它的强度是多少 反正就是举例来说 100赫兹17% 200赫兹15% 300赫兹13% 一直在推一直到最后 那这样子的特定的组合的比例 这样分布的强度 或你说能量 这样组合出来的比例 就会决定该乐器的该音的音色 所以诸是错的 因为它发出来音色 绝对不是仅由基因决定 而是由基因 以它的其他的泛音来 所占的比例来共同决定 那一选项 如果温度不变 好就是你的坡数不变 然后用不同力道吹 它有可能吹出700赫兹的声音 有可能 就是说你看700赫兹 是不是等于7乘上100 有点智障 对不对 那代表这个N等于7买 对不对 好 那就代表它 如果它的频谱就值 就是最高值 就是700赫兹 然后其他都没有 就是你只吹的 你吹出单一个 单一个泛音 那这种在乐器演奏的时候 是有可能发生的 只是因为老师的学过乐器 没有学过这种管乐器 所以说实话 不是讲起来有点心虚 就是没有那么了解 所以如果你学过管乐器的 也许你上课 你在听这支影片的时候 你可以跟我讲 到底管乐器 这个是 这个 这个是什么机制 但是呢 我只能说 就是我查到资料里面告诉我 就是我们在吹管乐器的时候 是有可能吹出某一个特定的泛音的 那如果你要就物理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频谱里面 就是700赫兹的就爆多 其他的就是爆少 少到我们可能没有发觉 然后就吹出一个单频的单频的 单频的700赫兹的声音 那我之前讲到就是说一个声 一个发出来的声音 这一般来说任意的一个声音 就不是单频音 而是合成音 那我们把它做频谱分析 可以找出它各种单频音 组合起来的比例 但是我并没有说 就不可能是吹出单频音 我只是说大部分的声音都是合成音 那但是还是有可能吹奏出700赫兹的这种 这种单频音这样子 那前面就没有 那至于详细上是哪一种乐器可以这样做 吹出泛音 这个我就没有那么了解了 那同学如果有任何的意见 再跟我讲一下这个一选项 那我们这一选项是对的 所以答案有B跟C还有E哦